一名阮姓外籍移工18号傍晚到南投草屯的植物公园空地玩空拍机 但空拍机突然掉到志宏池后方的山坡 男子去寻找时赫然惊见一具干食 大批园警手拿着手电筒摸黑走进杂草堆里搜索一步步走得仔细 就怕遗漏蛛丝马迹 南投县草屯镇植物公园移出空地 18号傍晚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移工到这里玩空拍机 没有想到操作不当 空拍机坠落到志宏池后方的小山坡 男子赶紧进到山坡草丛去寻找 但离奇的是空拍机还没找到 先找到了一具男性干尸 由于当时天色昏暗 警方进行初步勘验搜证之后 在19号上午由检方会同法医前往现场相验 为了能够厘清案情警方公布死者特征 死者为一名男性年约五十岁以上 身高大约有一百六十四公分 左上额门牙以及次门牙有假牙 衣着完整没有明显外伤 身穿灰色上衣以及黑色长裤 而他的黑色包包里还有七百元现金 呼吁民众若是有失踪的亲友 能够和警方联系厘清案情 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